炒田爐 哇, 这个真的好强壮 炒田爐老板 我来一份炒田爐 我吃辣的 这些古人在打猎 古代人在打猎 古代人在打猎 显然是 微妙微笑 真的很像 很像 很像 那古代的还没有像现在的 农业 他们是靠打猎 打鱼来生活的 是 偷温敏雨 撞落人未尋旁眸 喜三港海 斬雪景也未絕望 念花把酒鞭子 失誓人情困 凡这两岩雨不庇 或千手不能防 天父父说 慢慢风水同行 这沙滚滚水走走笑着浪荡 贪婚一响莹架 那女移情却迷走 大家好, 现在的话我要赶去这个雍灵去那边南宁顶四山历史文化移植啊 我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真的很出名的 但是我都一直都没有时间去 今天的话有空就去那边玩一下 那那个人类移植的话 离南宁市中心有25公里 和南宁圆博圆画就在旁边了 看我身后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南宁市顶四山 文化移植了 然后这个风水的话 大家觉得还不错吧 那边主要有山有水还有田园 大家知道吗 在五千年前 这个地方已经有人类活动 生生不息了 他们其实也 聚居的地方也很讲究的 选择这个地方 这边有山有水和田园 这个具备了生活的条件 然后呢以前呢 就是有些人不太了解广西的话 总认为广西是 南湾之地啊 就是荒芜之地啊 其实广西 在历史上其实是有善良的文明的历史的 特别是在我们广西的 以前在荣安那边发现了 这个稻文化 就是那个水稻文化 发源地其实就在我们广西的 那这个顶四山文化移植的话 是在1997年挖解的 然后那时也是曾经轰动过全国的 因为它是瓦南地区唯一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古人类遗址 很明显 在家里面 有点兴趣 拍摄 梁山发一线 白鱼 仅要告诉我 你此生命 他跟这个西安的人类遗址 还有我国长江中下游的人类遗址 可以相提并认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证明啊 这个地方证明 五千到一万年前 这里 已经有人类在活动 在生生不息了 真的挺像古代人两首 好像现在来很多肥 你看这个就是古代人的屋前五千 分开随分可改变 但是真是一刻木齐 何自分何愚愚 心中对你更加怪 可否只刺心一片 就算分开 一生不变 啊这里就是南宁鼎四山历史文化博物馆 里面存列着很多的非常珍贵的古文物啊 我才会焦封 我才会用不变的铁 Site 彩虎七天一次 都会见到最后会 我最后愉快的所谓 她的如果不做不透k 仓天不解恨远 痴心爱泪仍难远 分开水分可改变 但更珍惜日刻目前 可只分开月圆 心中对你更多挂烟 可否只刺心一片 就算分开一生不变 反反复复多次 我那本期视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观看再见 拜拜我要回去了 超级 感谢观看